大家好,我是七叔,欢迎回到频道,今天给大家开箱就是来自JJRC的这一款越野车或者说大脚车或者说特技大脚车 可以看到这个车子的减震还是比较不错的呢 这一次呢,终于是有液压减震了 同时呢,看说明书的话,这个系列有两款车子,一个是大脚,一个是电月 那这里面还有一个细节翻到后面的话,你会发现对厂家有一点按耐不住的 会告诉你后面的这个配件里还有碳纤维底盘,会有金属的摆壁 有金属的这些C座,包括波箱壳,可调电机座 以及是它会有无刷电机,以及还有什么呢 还有550电机,然后550电机的电路板等等一系列的配件 也就是说这个车子后面会上非常多的改装件和升级件 这样子呢,让你从300多入手一个这样的便宜的小车到后面一路升级 都有很多的选项呢,作为你说预算不高的新手玩家 想要玩更加强,更加进阶的车子,一步一步去升级 那这是一个比较不错的思路 那这些RC呢,也是一个之前做很多类产品 包括无人机啊,包括很多这种玩具啊,这样的一个厂家 那现在呢,开始要开始更多的精力投入到这个汽车的这种RC遥控模型车的这个道路上面 那我觉得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这个东西其实真的很有市场,真的大家很喜欢玩 而且呢,它比别的玩法呢,门槛要低一点点呢 这个时候呢,我觉得说对于各种玩家来说 你入门是一个比较不错的选择 那在这个过程中呢,你通过这个车子的升级和改装 包括是维修,可以了解到很多有趣的关于机械也好 关于操控的话题 那相信大家玩这个RC的呢,都是会喜欢汽车 喜欢机械,喜欢竞速啊,整整整一系列的话题的人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游户器呢,真的不能给太多的好评了 首先就是这个外观和造型,我并不是很喜欢 但是呢,这个手轮的位置是OK的 可以单手去搓到,包括是去这样子旋转也是蛮舒服的 然后油门扳机的话不是很理想 有一点点色,会有一些微调的功能 那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二通遥控器 那里面的话应该是一个集成的电条和接收机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外观的尺寸的话 它长是29,轴距的话是20,离地电器是4厘米 它的轮胎宽度是4.5,直径是8 车的这个宽度的话是22 这样子的一个比例呢,就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四四方方的一个状态 可以看到它的轮胎是向外延伸比较多的 那么这个车子在这个侧向的时候呢,它会有比较好的支撑 同时呢,这个车子它会比较擅长做一件事情 就大家很喜欢的空翻和抬头的动作 因为呢,这个车子相对来说,以它的车宽来说呢 它轴距是比较短的 所以它比较容易抬头和在空中的进行姿态的调整 那这就是我们说的特技大脚车的风格 那从这个车子的外观上来看呢 就是一个皮卡的车壳加上一个尾翼 以及是宽大的这种大脚轮胎 还有一个不是非常高的这样子的悬挂 因为如果说是经典大脚车的话 都会顶的会比较高一点点,对吧 然后车子没有那么宽 那相对来说,它是一个车比较宽 然后顶的呢,没有很高的一个状态 那这就是一个我们会说叫特技大脚车的一个风格 因为这样子呢,它在高速的转向啊 等一些操作的时候呢,没有那么容易翻车 并且呢,它可以做一些各种抬头啊 特技的动作 它的这个解震的效果还是比较不错的 那么这里面可以得益于什么样的一个设定呢 就是因为它里面是金属液压的一个避震器 那在你落地的时候呢 它会有阻尼油去控制这个弹簧反复的这个振动 所以说你不会看到多余的这些振动在这个车子上发生 甚至是会抬得更高 它也只是有很轻微的一个这样的抖动 那这样子我觉得对于你日常去玩 无论是飞坡也好 是去跳台啊 或者说空翻也好 都是比较够用的了 那有的小玩意会说这个车子收到之后 可以看一下 你如果说是悬空的时候 完全悬空它是这么高的一个高度 但是你给压下去 再弹回来 压下去再弹回来 会比你刚才那个高度要少一点点 是不是说这个车子是坏的 或者说出厂 没有给你灌油之类的一个话题 那这个里面大家就要了解的一个点是什么呢 就是你的车子 如果说它要有一个好的减震效果 它就要有一个足够长的这个冲程 去来做一个吸收你的这个能量的动作 但是你的车子平时在行驶的时候 并不是说顶得越高就越稳 而是尽可能这样低一点会更稳 那么我们跳跃的时候 它减震 跳跃的时候减震 但平时行驶的时候呢 它是在一个相对来说 更低一点的这个姿态里面 进行一个这样子的晃动 这样呢整个车子它重心更低 包括是它滚转的时候呢 因为避震器足够软 它才能这样滚的过去 它才能减掉这个力量 而不是说避震器很硬了 后一滚就这样翻过来 一滚就这样抬轮子 这样的车子呢 反而是操控会比较弱 那我觉得整体出厂的时候 它的这个避震的调校 是蛮OK的状态 那这个外观的话 大家也懂 就是这个流量者的一个风格 皮卡加上大尾翼 那这里有个比较好点 在于说它有这个阿扣的 这个防丢的一个挂绳 那么你在玩的时候呢 就不用担心阿扣会被蹭掉了 找不到了 而且它这个车壳 其实呢是不太容易丢的应该 因为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车头和地面接触的这个角度 然后车头和车尾加尾翼接触的角度 其实基本上都把这个阿扣给包住了 所以说呢 这算是一个双保险的设定 但是比较遗憾 但是我希望所有的这种大尾车的车顶呢 都增加耐磨条防刮条的一个设计 这样我们玩起来会更耐用 甚至是这个基盖上面最好也会有 这样我觉得会更好一点点吧 那我们接下来把这个阿扣拔掉 来看一下里面的结构 车壳里面是没有灯光线的 因为这个灯呢是放在了前杠上面 前杠这里呢 它会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减震的机构 但是呢 我们会发现前杠呢 它的连接方式的话 是一个对的 它是一个这样子里面有一像工资钢一样的一个结构 顶在这个前杠里面 而这两边是很软很Q的 然后中间的话会有比较好的一个刚性 那这个前面还有一层的话就是 外面波箱的一个保护的支架 这样两层的结构来保护中间的这个波箱 在后面的话可以看到它直接是裸露的一个币马 然后上面会有一个比较结实 比较硬的这个尾翼的支架 但是尾翼呢会比较的软 特别是这个尾翼的边缘会比较Q一点 那中间的话 有一个支架的一个衬托 它会比较的 有刚性一点点 这个是它的一个结构的设计 整体来说呢 整个车子上面金属的比例 我们来看一下还是挺高的 我们来放大一下 整个车子上面的金属比例还是蛮高的 金属的液压减震器 金属的这个避震档 前后金属币马 后面也是前后金属币马 六系列铝合金的金属底盘 后面是金属的这种减震器 并且前后减震器上面都有这个脚牙的调整 那原厂后面是做了预压的 后面的支撑会更好一点点 因为考虑到后面本身它的避震形成更长的 同时呢 有电机啊 有这个电池的重量 那这样子设计的好处在于什么呢 就是我们在这样的落地的过程中呢 后面有更长的一个冲程去做减震 包括是你在行驶的过程中呢 后面会有一个这样子比较平衡的一个效果 它的这个电机座是金属的 包括是转向上面的一些拉杆呀 上拉杆 包括转向拉杆 还有后面的这个上摆臂都是金属的 传动的话 前面是一个CVD的传动 后面是一个狗鼓的形式 那整体上来说呢 金属键就是这些了 动力方面呢 它是采用了一个390的电机 自己有一个风扇可以进行散热的 电机座上面 其实仔细看的话 它也有一个散热的结构 电条呢 是一个35A的电条 这里会有一个这样散热片 2S的有刷电条 这里呢 是它的这个全比例的舵机了 通过拉杆到这个舵机保护 那舵机保护呢 再到轮胎 所以说你有很剧烈的冲击的时候 舵宝这里上下会错开 然后来减震 来吸收掉你这个额外的能量 也就是说对于这个舵机是一个保护 包括是对于整一套转向机构呢 也是一个保护 那虚位方面呢 并不是特别的理想 但是之前也说过了 并不是说有虚位就一定会走不直 那走不直这个问题呢 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角度 就一个就是你的这个外巴的调整 如果说你希望走比较直呢 你尽可能的就不要外巴了 改成平行 那它这个是可调的拉杆 那你可以自己去调整一下就可以了 这个问题倒不是很大 看每个人自己喜欢的风格 那像我自己的话是不会去调整 因为我觉得说这个车子跑起来的时候 我会不停的用手去做补正 我不依赖说它自动会走直 这样一个问题 以及是你的油门的控制 你如果说油门过大的话 有差速器的车子 其实也会导致它转圈之类的一系列的话题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差速器 前后呢都没有太大阻尼 然后如果说你希望提升阻尼的话 可以拆开来给里面去增加一点这种厚的膏啊 或者油纸去提升一下它的阻尼 在这个车子官方资料里面呢 它的前后的这个差速器呢 采用的是金属的材质 然后呢中间传动轴是一个金属的轴 大尺呢是尼龙的 电极尺是金属的 这样的搭配呢对于有刷来说是完全绰绰有余了 并且呢它的说明书里也介绍了 后期有很多OP的零件 你可以自己去升级 那另外一个好玩的点就在于说 这个底盘上面它会有一个这样子调节的螺丝孔位 它的电池仓可以用这么宽的长度 或者更宽更长的一个长度 也就是说你可以除了使用两节18650 这样子的小电池之外 你还可以用稍微长一点的电池 来扩展你的这个电池的容量 那这个车子按照比例和尺寸来说呢 叫1比14的车子 那同系列除了大脚这样子流浪者的风格之外呢 还有一个电月的这样的外观 如果说你想拿这个车子去玩一些更加暴力的玩法 原地后空翻呢 或者说更多的空翻圈数啊 或者它这个车子玩起来更猛的话呢 它的这个电机座它有更加升级的版本 或者说你直接在这个基础上换更大的电机都是可以的 那如果说你想更改实比的话 就要去选择它的可调的电机座 那如果说你想去拉急速的话 其实未必一定要选择电月的版本 因为电月版本的优势是本身比较低 但是轮胎会略小一点点 那怎么样可以享受到这个车子 又是大轮又是更稳定呢 这里可以看到它的金属底盘上面 有四个耳朵和你的摆臂上面呢 有螺丝孔位的这样的一个连接 那你就可以去把螺丝打下去之后呢 车子就会变得更加低趴了 那你在拥有一个大轮胎的同时呢 有一个更加低的稳定的姿态 利于你去拉更高的急速 或者说你只是单纯为了更容易抬头 更容易空翻的话 你可以把这个后面的避震 稍微脚牙调下去一点 稍微硬一点点 这样也会有变化 以及是说你的这个车子玩起来的时候 想说我要去越野 我要高速的去P弯去转向 那你可以去考虑升级它的这个前面和后面的这个平衡杆 那这样子你一边轮子抬起来的时候 另外一边轮子也会被扯起来 这样子你的车子就不会过度的侧倾了 让你车子更加平衡的去行走 那包括是说你想玩的很暴力 或者说喜欢这个车子上面珠光宝气一点 它会有升级的金属摆臂 包括金属的波箱壳之类的一个这样零件 在这里呢我会比较建议大家呢 就用尼龙的摆臂是可以了 没有太大问题了 所以说你是为了配重 或者说要一个极限的强度 因为你升级这个金属摆臂的话 不能单只升级这个摆臂 你要把这个波箱壳一起去升级 为什么是这样子呢 因为你的摆臂是夹在这两个臂码之间的 那原厂臂码已经给你做到金属了 那么这个力量再传传到哪里去呢 就是波箱壳上面这个臂码固定的螺丝的位置 那你如果说这个波箱壳是塑料的 那你这个冲击最后呢 就是把波箱壳上面这个螺丝给扯掉了 所以说你想升级金属的摆臂的话 就建议你把波箱壳一起去给它更换掉 这样子你的冲击力呢 才能一起去做到一个吸收 那在这样的一个话题的前提下呢 它原厂给你一个六系列的这个合金底盘呢 它会更好地去承载你后期的一些升级 那你玩得很暴力的话 它也能承受得了 那整个车子底盘开发的这个思路或者逻辑 我的理解就是说厂家想给你一个非常低门槛的门票 进入到这个系统里面 然后呢它会给你提供非常多的升级键 那每个人都会有自己不同的想法和定义 有的人想去去业远 然后去户外高速的去这种出弯啊入弯啊 进行一些这样子的类似于竞速的玩法 那有的人喜欢说我要在这个滑板场子里面 抬头啊空翻啊各种这种暴力特技的玩法 以及是有的人说我就要把这车子去挑战更快的急速 比方说我要80 90 100 150这样的速度去挑战 那你需要升级动力啊去调整这个齿轮的比例啊 车子的车高啊悬架的各种调整等等一系列的话题 那你就可以在这个平台上面去得到一个实践 那这就算是一个啊我们觉得说入门RC的教具 或者说平台我可以这样去理解 那先给了你一个很基础的这样的框架 但是呢像这个金属的差速器 包括金属的避码金属的避震架啊 这些东西全部都给到你了 最关键是给了你一个6系的底盘 那如果说你后面再要去升级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针对你需要的部分啊逐一的去更换 那这样子就是更加个性化更加定制一点 把钱花到你自己需要的地方 这个设计呢我觉得是比较不错的 接下来我们上电来测试一下 我们看一下遥控器是需要4节5号电池 我自己平时用的都是充电的 大家可以去选购一些好的电池 这样子防止说你玩的过程中 遥控器没电 然后呢丢失信号失控之类的话题 那遥控器也很简单 就一个开关就可以打开了 然后车子电源的话 你在玩之前需要把这个插头连接起来了 不玩的时候呢记得给它拔掉 然后我们长按这个电源键 4秒左右 它会开机一个防务处的设计吧 这个舵机我觉得还是比较快的吧 我觉得已经算蛮快了 包括落在桌面的时候也是挺快的 虽然是一个五线舵机 然后我们来感受一下它的动力 玩车的时候测动力的时候 千万不要这样拿车 因为有的时候会为什么会甩柄 然后会蹭到你的手腕 经常有小伙伴跟我分享这个事情 就是它这样拿着试车蹭到手腕 所以我建议大家要么就是这样悬空 然后我们来看遥控器上面的设置功能 在这边这个呢就是转向的微调 你可以通过它调整一下舵机的这个方向 让你的车子呢可以尽可能的说 这个轮胎左右对的比较正一点 走的比较直一点点啊 有一个直的基础 那么再来这一边的话是一个调速的旋钮 它可以从这个最大调到底的前提下呢 这个车子调到最低速的时候 是这样一个效果 包括它还是可以正常刹车和倒车的 去工作的一个状态 那这一点我觉得比较友好呢 对于说这个车子如果说你是拿给小朋友去玩的话呢 你可以把速度降到比较低呢 调到最快的时候呢 它这个速度还是蛮可以的 刹车的力度也是蛮直接的 那这个就是它的这个遥控器上面 我觉得还算比较不错的点吧 这个调速的功能比较不错 以及是如果说你可以看到这个红灯闪烁的话 说明你的电池是比较低的电量了 那注意去更换电池了 防止说玩到一半信号丢失 然后你车子会有一个失控的问题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车子上面的这个灯光 目前呢我是没有找到任何位置去遥控它的 因为这是一个两通道遥控器 也就是说只负责转向和油门 那么你的车子的灯光呢 它就是一个恒定常亮的状态 它通过这个网眼可以看到这个灯光的这个亮度还可以啊 比较不错 因为我这个拍摄环境这个灯光是非常亮的 那在这个前提下还可以看到它的灯光 在这个镜头前面还是蛮耀眼的一个效果 OK呢 这个车子总体上来说呢 我们上手的感觉就是这样子了 一个经典的平台 那包括是它预先呢 给你了一个六系的铝合金底盘和金属币码 减震器是金属的金属的这个蝴蝶架 那后期呢 如果说你想去做一些暴力的升级呢 厂家后面会推出各种各样的零件 包括这个车子这个平台市场上的零件选择也很多 那这个车壳呢 我相信是很多小伙伴非常喜欢 也非常期待的 那我这个车壳再给大家装上去去体会一下 它的这个感觉 那我们觉得说这个车壳的造型 真的还是蛮还原出这种风格的 就是特技大脚车的这种感觉 并且呢 它以一个这样子可以看到皮卡车壳 配尾一的这样的混搭的这种风格 去做一个呈现 包括轮胎啊 车身的宽度各方面 做的也是挺到位的 但是比较可惜的还是我刚才说的话题 你既然是特技车的话 车壳上面最好增加一些耐磨的设计 这样子你去玩的时候会更加的放心 更加的放肆 OK 这个就是关于这个车子上手的一个感受了 那么后面再和大家分享 这个车子下跌的表现 OK 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 在我主要还要跟RCO留言资讯 我是你去说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by bwd6 by bwd6 by bwd6